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669集 草原上金光万道 竟凭空啊 多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 数名貌美如花的宫庄女子 从殿门中一走而出 同时呢 冲着黄原子脸刃一礼 口称主人不已 黄原子微微一笑 就大摇大摆地 走进了宫殿中了 非灵族附近的海面上 一座黑色的巨州 正在高空中激舍而行着 巨州前后甲板上 各自占着十几名气息强大的 魔精傀儡甲士 一有不知好歹的海兽 跃出海面的时候呢 当即就有几具傀儡手臂一动 立刻密密麻麻的光柱 一喷而出 这些挡路的海兽 当场就被洞穿千疮百孔 凭空化为了乌有 在巨州的最顶层 一间布置典雅的大厅当中 韩丽在把一把淡银色的椅子上坐下 正威逼双目思量了什么 花石老祖和朱果尔都恭敬地束手 站在椅子后边 虽然有莫灵圣州带步 并且韩丽呢 也不止一次进入蛮荒世界 但是相对于从乌亚海出发之时 已经是两年多以后了 在韩丽附近的另一把椅子上 却坐着一名白色衣衫的冰冷女子 双目微微泛红 眉宇间却有一个古怪的鲜红符纹 若隐若现 韩丽转头冲着椅子上的女子 一笑地说道 血泊道友 前边不远处就要进入非灵族区域了 风源大陆如此之大 想来道友也是第一次来此地吧 这名白衣的女子 正是冰破仙子的那句血泊化身 两年前 韩丽离开乌亚海之后 并未立刻进入蛮荒世界 而是先去了许家 将此女一同接了出来 此刻此女听闻韩丽的所问 当即一躬身 有些恭谨的回答 韩前辈 晚辈的确从未接触过非灵族 不过倒是听闻此族 拥有数种和上古真灵有关的神通 颇付圣明的 非灵族是当年我游历的地方之一 有一名至交好友 在此区域隐居修炼 我路过此地 自然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二了 倒是你说的那条 通往一大路的传颂名额的事情 真的可靠吗 别等我们大老远到了这里 却是空欢喜一场 前辈放心 那赫连商盟是灵界不多的几个 横跨三个大陆的隐秘势力之一 就算比起脚吃等超级大俗 也不见得弱上多少的 这才能够拥有跨大陆传送法阵 由于特殊原因 商盟每隔一些年 都会拍卖一些大陆间的传送名额 当年要不是妾身 本体曾经侥幸成为商盟的贵宾 拥有参加拍卖的资格之外 我也根本无法知道此事的 今年就是此种拍卖会 再次召开的时间 要是下一次的话 也许要等上数年 甚至二三百年都有可能 故而参加这次拍卖会的各族强者 绝对不在少数 血迫详尽地解释说道 韩丽轻笑一声说 赫连商盟 我现在倒也知道一些的 但是当年要知道有这种拍卖会的存在 韩某从雷鸣大陆返回的时候 说不定就不必搞得这么麻烦了 但是话说回来了 以我当年的身份 恐怕也没有资格接触到这赫连商盟的 的确如此 拥有跨大陆传送名额的拍卖会 即使对赫连商盟本身来说 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外人要参加此拍卖 除了有人介绍之外 本身也需是各族有一定身份之人 或者本身就拥有合体以上的修为 那就可以无条件地直接参加此拍卖会了 以韩前辈这等身份 若要参加的话 恐怕对着拍卖会负责人来说 反而是求之不得的事呢 血魄奄然一笑地说道 希望真能这么顺利吧 另外到了这时候 我也不瞒你 这一次带你同行 虽然是因为之前的协议 但传送雷鸣大陆之后 却不能马上再继续传送 需要在此大陆上 稍微逗留一段时间 要寻找一样东西 希望血魄道友到时候见谅一二啊 气身都已经等了如此长时间了 再多等一些时间又算得什么 前辈有事情尽管先去处理 晚辈这边没有丝毫问题的 血魄不加思索地说道 韩丽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血魄道友如此想 韩某就安心了 不过道友放心 我要找的那东西 并不是多难寻觅 不会在雷鸣大陆上 浪费太多的时间的 以墨陵巨州的庞大体型啊 一进入非灵族领地内 自然引起了诸多非灵族强者的注意 但是无论哪一只非灵人 这神念稍易接触 从巨州上散发出的 大成级可怕气息之后 全都大惊失色地 纷纷退避三尺 黑色巨州所过之处 所有非灵族高层 装聋作哑般的 根本不敢阻拦分毫 直到第五天 黑色巨州 已经顿入非灵族领地的深处 正从一片湖泊上空 一掠而过的时候 忽然前方传来一声 嘶哑的苍老的声音 不知是哪一族道友 降临我非灵一族 在下月龙 还望道友出来 相见一二 话音刚落 前方天空乌云滚滚 一阵狂风一卷而起 一个千余丈长的 九头怪鸟现身出来 此怪鸟九颗头颅 均都凶恶猙獰 但是偏偏呢 一身灵羽是五彩斑斓 艳丽异常 同时身上散出的恐怖灵鸭呀 几乎笼罩前方半边天空 似乎不下于 黑色巨州上传出的 大成气息 那滚滚的话语声 正是从九头怪鸟一颗 巨大的头颅中传出的 黑色巨州前端甲板上 青色的人影一晃 韩丽就笔直地闪现出来 冲着前方庞然大雾 淡淡地说道 原来是月龙道友 在下人族韩丽 来贵族之地 只是拜访一名旧人 并无他意 道友不必担心什么 韩丽 莫非就是前些年传闻 在魔界截杀鸣虫之母的 那位人族道友吗 这九头怪鸟一听啊 言语不禁急促了几分 韩丽目光微微一闪 却平静地反问一句 人族若是没有第二位 韩丽的话 阁下所说之人应该就是在下了 但是不知道有从何处知道 在下这点虚名的呢 果真是大名鼎鼎的韩道友啊 道友光临壁族 真是本族 彭壁生辉之事 一定要到在下的洞府 坐上一样才行啊 在下有一位好友 曾经受邀去魔界 对付那头鸣虫之母 回来之后 对道友当初的救命之恩 和斩杀鸣虫之母的神通 可是再三提起啊 这九头怪鸟一听完韩丽的话 大喜过望 提表黑风一卷的过后 竟幻化成一名身高两丈的 丑陋的老者 其身披斑斓羽衣 单手组着一根 看似普通的黄木拐杖 用惊喜的目光 看向巨州上的韩丽 韩丽神色一动地再问道 原来如此 不知道有这位好友 是哪一族人 说不定在下认得一二呢 在下这位好友 是长参族的原非道友 不知韩兄可听说过 长参族原非 阁下这么一说 在下还真有些印象 是开始被困魔使之地的那些道友中的艺人吧 韩丽想了想 有几分恍然了 长参族使我非灵族近邻啊 而原非道友和在下 也一向交情深厚 神通不小 但前次被困魔戒一段时间之后 却着实损失了一些元气 如今正在闭关苦修的关键时期 否则一旦知道 韩兄到此 一定会亲自出来相见一二的 不过在下的洞府 离此也不算远 韩导友一定要去坐上一坐才行啊 这月龙略家解释了几句 就热情至极地再次发出了邀请之意 韩丽在甲板上略意沉吟 觉得实在不好直接回绝 就点头一口答应了 好吧 既然月道友盛情难却 那韩某就先叨扰一二了 太好了 道友且随我来 这月龙大喜 单足一彩虚空 化作一股狂风 向远方滚滚而去了 韩丽转过头 向背后刚出现的花石血破等人 说了一句 你们就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去就回 说完 体表青光一闪 化作一道长虹 破空追去 花石老祖等人 自然在原地纷纷地攻身应命 以韩丽和前方月龙的大成旗修为 顿速之快呀 自是达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 虽然二者均未动用全力 但是一个多时辰的功夫之后 也一口气横跨数百万里之遥 来到了一片葱绿山脉环绕的盆地上空 在这盆地中心处呢 赫然有一座千余丈高的巨大石塔 足有百余层那么多 盆地四周 另外还有众多高矮不一的其他类建筑 但都远远离开巨塔十里之外 根本不敢靠近的样子 在这些建筑中 许多形象各异的高阶飞灵人 进出不停 颇为热闹的模样 但是等天空中 木然一黑 月龙驾驭狂风一出现的时候 盆地中的飞灵人呢 都大惊了 无论正在做什么事情 都立刻跪地 叩拜起来 韩导友 此地是我七大洞府之一 修建的还算比较特殊 导友 你我一同下去吧 月龙在狂风中一现而出 向下方的巨塔摇摇一点 就从身后紧随而来的韩丽说道 韩丽也从顿光中现身出来 点了点头 就向下方巨塔徐徐一落而去 月龙更是身形一个模糊 直接夹带着一股黑风 扑入巨塔顶层的入口处 一斩茶的功夫之后 韩丽已经身处一间 不止异常华丽的大厅里 并坐在一把赤金色的椅子上 在对面处 月龙坐在同样颜色的 另一把椅子上 举着手中一盏翠绿的酒杯 并且热情异常地说道 韩兄啊 这虎原酒是用七七四十九种灵草酿制而成的 饮了之后不但具备恢复法力的奇效 更有几分清神醒目的作用 也算是难得的灵酒了 的确是难得的佳酿 倒有倒是口福不小啊 韩丽端起酒杯轻饮了一口 眉梢一盏称赞了一句 月龙文言眉开眼笑地说道 韩兄若是喜欢不如多饮几杯啊 那韩某就不客气了 韩丽微微一笑 把杯中灵酒全都一饮而尽 另一只手虚空一招 就把身前桌上的酒壶射了过来 自行又倒上了一杯 月龙笑着说了一句 韩兄喜欢此酒就行啊 除此之外 我这里还有一种 在外面轻易无法见到的宝物 道友不妨也见上一二啊 嗯 说吧两手轻轻一拍 啪啪 声音过后 门外当即脚步声一动 三名侍女搭奔的非灵族女子 低头走了进来 并排成一行 站在韩丽的对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